所以佛在大神经上说 设放三世佛 共同一发人 宇宙真的是一体 那这个境界 这是 发生大肆的境界 设法界里 都没达到这个境界 脱离设法界之后 也就是中国人所讲的 大彻大悟 鸣心尽心 就入这个境界 那我们距离这个 还很遥远 但是我们在经典上读到 听佛说的 听菩萨讲的 听得耳熟了 所以这叫解悟 功夫还没达到 功夫就要放下 头一个练习 放下了身间 怎么个练法呢 念头起来想别人 想这一些苦难众生 不要想自己 把自己忘掉 要从这里想守 想佛菩萨 想阿弥陀佛最好 我们修净土的人 时时刻刻想阿弥陀佛 不要想自己 那么你这一生说 决定的神 想自己 就是正常我指 这个东西很麻烦 我指是轮回 第一个因素 你怎么能处得来轮回 是假的 不是真的 灵魂 灵魂出不了六道 灵魂是什么 是灵性没错 灵性迷了 还是指着我 但我指没放下 我指放下之后 就成阿罗汉了 阿罗汉就叫灵性了 不叫灵魂了 他超越六道了 是一个东西 这是迷雾不同 灵魂误了 就是灵性 灵性迷了 就是灵魂 所以这个要放下 我侧